明天的體制 李漢森的拆彈沒有成功 當然是 富薩拉斯給對方的火鍋 他現在轉換過來 金恩都沒有在出手了 所以他們的得分狼上來講話 是一個很明顯 轉換過來 林仁宏上籃 得分 我想這也是 就是JS教練做出的調整 BREAKMAN 油漆區的拋頭得分 真的是 也是 BREAKMAN 又是一個 八球線附近的拋頭 連續比比較單調 但是問題是他們的三分球 是唯一投得進的 對 他們今天表現比海森好的 就是三分外線 BREAKMAN 投進了一個兩分 好 這調整成了區域的防守 好 這手一個不入 BREAKMAN 直接殺進去了 撕裂對方的防守 好大了 BREAKMAN 中間的跳投有 十三分了 BREAKMAN 現在在 進攻端來講的話 其實防守端來講 是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好用一直用 這個時候跳出來幫海森止血的 84比79 獵鷹戰時領先 BREAKMAN 繞過對手之後